近期先後有政商界重量給人物發聲 要求重新審視、通關及人財移民政策 所提出的論點 與美聯的觀點基近相同 皆反映各界對香港疫下前景的憂慮 事實上,疫情已接近三年 未有完結的跡象 香港經濟飽受打擊 就連抗跌力最強的樓市都開始出現下滑 樓價跌幅有擴大趨勢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62.05點 岸周跌0.84% 跌幅創自2020年3月初 亦即是約兩年半以來的最大 全年樓價抑金已跌約5.57% 以現時樓價走勢 相信指數將下市2019年初低位158.25點 樓價跌幅確大主要由四大原因觸發 一是疫情有加劇趨勢 單日確診人數連續破萬 市民憂慮或爆發第六波疫情 防疫措施再度收緊 影響經濟 二是整體投資氣氛轉差 恒生指數已跌近19,000點的邊緣 債價及匯價皆未見止跌 市場情緒被悲觀籠罩 三是預期美國聯儲局再度加息 銀行一再調高H按上限 進一步影響投資氣氛 四是發展商近期以低市價開盤 採取求量不求價策略 直接為二手樓價帶來巨大的壓力 現時二手業主若急於放貨 只有減價求售 需留意的是 反映業主信心的 美聯信心指數亦持續下跌 該指數是根據美聯物業網上 穩留的網盤價格變化製作而成 最新報39.5點 按週跌1.7% 連跌8週 更創出自2019年10月初以來的近3年低位 由此可見業主對後市信心不足 部分減價求售 減價盤因而增加 導致信心指數持續下跌 預期樓價短期仍會持續調整 全年的跌幅有望達至8%甚至以上 政商界的球變的聲音 已經愈來愈響亮 經濟與樓市皆激待特區政府 提出放寬措施挽救 正視兼聽則明 偏信則暗 希望特區政府聽取各界意見 於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中 提出更多有效 救港措施 作為香港特區政府新特首 李家超任內首份施政報告 全港市民都引頸以待 上屆特區政府已經先後 兩次放寬按揭保險承訴 希望新特首可以延續放寬樓市政策 就算不減辣 也應該推出更多遺民措施 以振奮經濟 又或進一步落實對內通關的時間表 短期而言 只有施政報告推出 派堂或減辣的利好消息刺激 樓價才有扭轉跌勢的機會 對於